近來都跟很多朋友一樣 愛上了看藍牌女將 我會形容現在在香港 是打一場極度逆境的球 其實這場球是輸的 但怎樣一分一分打下去呢 封關 停飛 限聚令 禁堂食 居家隔離 禁足一年 香港人由傾去哪一道旅行 便為去哪一道移民 有人想逃離 有人便一去不返 但亦有人決定重新回家 雖然要隔離14天 但下機時覺得 終於回家了 Joe 和 Loelle 因為2016年 立法會選舉 良遊被DQ 之後 一路之下決定離開香港 兩個人因為熱愛馬拉松 和日本文化 2019年移居去日本 移民去日本 366日後 今年3月 選擇回流回香港 到了日本 香港發生很多事 看到富士山的時候 想起思義山 Joe 和 Loelle 在香港的時候 做社工 生活很穩定 由在香港擁有 何景的屋 搬到日本東京 小窩居 展開夢想中的日式生活 去日文學校學日文 還加入日本的教會 但每個移居的異鄉人 總會面對水土不服 我們不只是想大家 自己兩個 happy 我們也想對於日本社會 有了解 所以我是需要的 最初都很有鬥志 覺得要學好日文 但到中後期 大概大半年 都會很辛苦 每個人能夠說得準 最佳移民的年齡 但要重新學一個常用語言 兩位七十後的年紀 都成為了難關之一 如果20歲 我想相對輕鬆很多 始終那個記性 會很快 機緣感激了 尤其我們現在 不是18、22 因為日本的鄰舍關係 不是那麼容易建立 你不懂人文 或者在你的生活習慣 知道你不是日本人的時候 其實不是怎麼理你 所以那一年 你們的特地關係 最後都有一兩個 叫做會打招呼的鄰舍 我很記得我第一次 去到公園踏步的時候 嘗試我有限的日文 即是一句Ohio gozaimasu 跟一些人打招呼 都OK的 日本人都會載你的 就是所有 因為我在沙田馬安沙跑了這麼多年 有些不認識的人都會打招呼 大家會打招呼 甚至說句早晨 有時一起跑 一起聊聊天 最初在東京跑步的時候 是跟自己說沒有 生活沒有 孤單的 孤單不可怕 但是疫情下孤獨的倫理生活 就摧毀了兩個人 在異鄉生活的信心 日本製的口罩最先沒有 然後中國製的日本口罩又沒有 一批批地沒有 問回香港的朋友 即是香港人懂得搶購 那時真的 香港那種自救的精神 即大家齊上齊落的精神很強烈 看到香港大家想辦法 一起去想怎樣去做 大致一些政黨小致 我身邊的朋友都去想 有個女生 我說你還回家幾多 聊天 她說只剩七個 整個家庭 但他們好像沒有什麼 有就有 還有當時日本政府是信世衛 見到新聞 其實都是說一些 為何這麼信世衛 日本防災意識很強 但防疫意識很弱 這次覺得 其實日本人不是我們所了解的 你還假裝的 今年的情況 比2019年更差 大家也明白 回來的時候 部分是為了保命 知道自己日文不好 有時候說笑 說說說為言 說不了日文 對 各位 其實老實講 這半年 我知道大家很難過 齊上齊落 是過去這兩年 香港人最常聽到的口號之一 率先出走 回望在二鄉的生活 更加是吾味集殘 那年剛剛離街支 香港很艱難 一個破家亡感覺 跑的時候都會唏噓 721那天 那晚我們睡了 但722早上看電話 我下街跑的時候 眼淚流出來 那個感覺很難受 我們好像覺得 在日本抽離一點 但都會感覺是痛的 身邊始終沒有一個 廣東話 沒有一個同聲同氣的感覺 其實在日本 在東京的時候 都有點內疚 見到香港人 那麼多人付出很多力量 香港人的齊障 就是我精神感染我們 去想 其實我們是否需要回來香港 跟香港一起捱 當然香港就雙重的壓力 政治壓力 疫情的壓力 但覺得值得 在香港人口中的家鄉 回到真正的家鄉 Joe和Lowell再次水肚不服 這年真是好拿命 其實6月底 7月初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們沒有了香港 我也是 那幾天 7月1日至3日 是分得不好的 當然 7月之後 每個月或每天 都被沉重 開始幾個月 都有很多時間去適應 好像跟大家說香港的事 都覺得有少許距離 因為真的沒有傷心經歷過 有人跟我說 我們已經沒有了香港 但我的回應就是 我們還是香港人 就算有很多朋友走了 其實都體諒 因為我自己也走過 當然我都覺得 大家不要走那麼快 我們還有些事可以做 回流回香港 Noelle打算發展日本學的花藝 而Joe原有的跑團 就因為疫情而停頓了 沒有收入 沒有娛樂 迎接新生命 令到沒有子女的他們 生活重新出現希望 回到來 我會覺得日資很艱難 但是 好像大家有真的 你鼓勵一下我 我鼓勵一下你 好像日資又覺得容易了 可能去看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要鼓勵自己 不一定要很大的東西 好像我們養金仔 每天在Facebook 每天都去更新金仔的情況 不止一個跟我說 很喜歡金仔 這就是我們現在 在疫情底下 什麼都做不到的情況 最大的成績 可能有時候 真的用一些最老套的說法 年加難過又年年過 我們在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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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Facebook